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正午好 那么今天呢,是2021年1月25日 是一个星期一,我们今天呢,跟各位闲聊 的话题,标题,叫做冒着叉叉的口水 前进,这个叉叉呢,肯定不是个好话 但我也想不出,哎呀,说不出什么 坏话脏话,就用这个叉叉代替吧 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去对号入住 泛指那些在各个群里面,你不管是有意识的带节奏 还是被人带了节奏,还是那种 我们讲有些人的那个大脑 我看不到大脑,就是他的舌头 反正颜味心生,是吧 隔那么一段时间,就重复性的抱怨 牢骚,追问,啊,扯淡 啊,就这些人呢,我感觉他大脑是要来大姨妈的 来,隔了一段时间来一回 是吧 可以一直追溯到 19年 7月初 那种慌乱的情况 也就是说 这五六百天 这人不但是白过了 而且是在开历史倒车啊 拖大家后腿 哎,有些朋友看了很着急 哎呀,你看这些人还不信呢 还信不信管咱屁事吗 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 啊,我们在去年,我们说的19年的时候啊 已经啊,首先 从逻辑上啊,从科学认证的角度上 通过查币啊,把答案给大家了 后来啊,综合各方面的 消息 验证性的 有了答案了 那么今年 啊,我们说的2021年 2020年的12月1号 长州会议都那么实锤了 那有些人 他属于逆生长啊 如果你的身体能够逆生长啊 恭喜你 哎呀,是吧 拥抱青春 烦恼还童 但你的大脑不能逆生长啊 一点长进都没有 但这样嘛 我觉得忽略即可啊 很着急 哎呀,你看老师 他怎么还这样 怎么又那样了 管咱啥事啊 啊,就算是他是你的团队里的人 开了也开了 不开 他的胆迟早会开的 你费那口舌 跟他扯淡 没有意义啊 他的大脑是生理性结构性的缺陷 谁都没有办法啊 严重了 有精神病院等着他啊 如果他发生了危害事后的行丸 有看守所 有警察叔叔 是吧 总而言之 一边是护士解决 一边警察叔叔 你是无能够的 有些人 看到了他都不相信 何况这种 他还没看见呢 有些人 他就属于一种将信将疑的 周期性的求证之一 浪费你的精力 损坏你的心情 忽略即可 啊 我的建议就是给他给个标签啊 离他远一点 如果是你的群里面 你嫌烦了 踢走 是吧 反正我的群啊 这样的人是绝对啊 就擒走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背离初衷啊 原来傅某人就是因为看到很多小白啊 心怀侧影 是吧 但是到了现在啊 我不得不承认啊 你三百多万人的大群体里面 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就是不长进 你也别操那份心了啊 自私一点讲 我又不靠这些人去做团队做市场 也靠不着 这些人干啥事 都是一种抱怨者的角色啊 是扶不上墙的啊 所以你也不必有一种圣母圣父救世主的情怀 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啊 我们做自己的市场 所以今天我讲的标题就是冒着叉叉的口水前进啊 这些叉叉们和他们的口水们一律忽略啊 忽略啊 是吧 有句话是说的吧 阎王街都拦不住寻死的鬼 是吧 这个对应的话就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那聪明的人 前两天 昨天我说有个群里面发了一个小视频 哎呦 我悄悄的保存了 是吧 我就点到为止啊 这是最实锤的一个证据 是吧 连长州会都不信啊 好 那么行啊 人家 哎呀 算了算了 我不说了啊 说多无益 爱信不信 对不对 不理他们 我们今天 回归正题啊 我们前进什么 什么叫前进 就是抓住世纪大地的开战 央行国际钱包的推广 是吧 推广 他的政策啊 我们不断的解读 然后通过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再解读 再温习 是吧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团队啊 取得了 很令人自豪羡慕的一个市场铺垫的结果了 而且实话说啊 这张饼真不大 真不大 很快就会吃完 那么 真正的聪明人啊 早早的下手了 我希望啊 不要放 不要放弃啊 这来之不易的 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啊 历史性的机遇 那么今天我看一群里面 有个不知名的啊 讲也是讲央行国际钱包啊 他的 经常有人问哎呀 这是哪个团队的啊 这个代表官方吗 啊 我本身就不是官方 我怎么知道谁代表官方呢 我只能说啊 他讲的这个央行国际钱包 跟我们熟悉的啊 比方说我们至少哎 我们知道大博院的出来的呀 或真公公老师做的东西啊 哎 再怎么怎么的啊 我们都知道来源 我们肯定相信 这是不知道的 但你看他具体内容 他讲的这个政策 是吧 跟我们没有一点点违背的地方 甚至是完全高度一致的啊 我们就看这种内容就行啊 他把这思路理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要顺便的也跟大家理个思路啊 推广啊 首先他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政策是不一样的啊 政策是不一样的 曾经呢 我们当初也看到哎呀 国外市场啊 层级 国外市场的层级现在没有确定的说法 一种说是三层每层三 有的说是六层每层三啊 都有可能 你就当他 即使是三层每层三 跟国内的三层每层二 都是很大一块 但是 你要挣这份钱 你要想到他的一个市场是这么大 你能拿到多少 早在一个我跟大家认真的分析过啊 因为国内呢 你很容易捞到一些大鱼 飞鱼 比方说 豪哥去那个卢州啊 一次性搞定一个年流水三十亿的企业 你要饶博士在美国 一次性搞定一个啊 年流水三亿美金的企业 你问问他 好不好搞 你搞个三千万企业好不好搞 三百万都很难搞 因为那是两个法律制度 对吧 就是国外呢 有可能 你的思路 是那种流量大 你国外不需要你开票 什么叫流量大货 是多贫次的那种啊 虽然每次额度不大 超市啊 华人开的超市 这些啊 是鸡少成多啊 如果你是成绩再多一点的话 你就甚至可以拉人头 你国外国内我说了 拉人头是无稀后的啊 就是在推广企业这块啊 尽量的直接就去找企业 简单粗暴的去找 怎么去找呢 啊 你不管是哪地方 你就到当地政府的官网 关于国民经济统计报告啊 某年度 本市 本地区啊 销售额排行榜 那就是要留排行在前面的 越靠前的你想办法去打入 因为你这是给别人提供挣钱的机会 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啊 有什么顾虑 只能说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推销员啊 不要为自己找借口 要为成功找理由啊 国外呢 我没在国外 我大致认为国外 你别看着那块蛋糕大 有可能很难吃到嘴里啊 有可能要想吃到嘴里的变通性的方法 因为国外 你到国外的那些企业去啊 真正的流量大货 肯定是企业啊 肯定是公司的形式出现的 但是啊 一个是啊 越是发达的国家 比方说欧洲 或者美国 或者加拿大 就是说五眼联盟这些国家 像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对中国本身就不友好 另外他的法制是完备的 就说法 他想用都不敢用 他的大额的 还必须按照他们自己国家来 不太可能采用你这个DCP啊 所以你国外 第一层目标客户 反而是这些 比如说我们群里面就有朋友啊 人家家族就在美国啊 开超市 开各种企业 就华人街的华人街做生意的二十多 就几辈子了 到他自个的十几年了啊 这样是最优 最好接近的 从他为据点 也根据的相关的扩张啊 我们群里面 我说我这接触好美国的朋友多点 哪都有干嘛都有 拉斯维加斯的 赌城 啊还有什么 提斯堡啊呀 洛杉矶 哎呦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啊 总而言之 你的目标啊 就是按照政策要求啊 国外视察 怎么做 不要问我怎么做 首先你按照这个推广的要求来是 收入来自哪啊 这来自这个流水流水的要求 就是用GCP支付的 就这么一个要求 甚至你就开头脑筋啊 开头脑筋 鼓足勇气啊 你的底线是什么 我这人底线很低啊 但是国外的朋友请过参考 我不了解过去 只要没有警察抓你 你就是干啊 不要说这个能不能内蒙 大胆的去干 但是你要熟悉当地的法律啊 别把FBI招上门 你去车子干就是的 国内这一块啊 你要知道你的收入来源就是企业啊 不要兜圈子 不要绕圈子 不要 按照以前做市场 做团队 做直销的思路去搞啊 不要搞那么复杂啊 层级越短对你越有利啊 那么你自己没有这些关系 有别人的话 你把这里面的利益分配协调好 啊 这是个总的原则 我们有的朋友 是吧 总是觉得这很难吗 太容易了 你只要下去推广 就发现 我钱了 那企业对他是 真是可以说是啊 鼓着小 摇着小红旗天天盼你来来啊 但是这个时间呢 我们承诺不了啊 你也不要去承诺啊 你承诺了 等于说搬起石头砸自己下 你就别怪别人怪你了啊 因为你不掌握时间的 但是可以建议他关注 我们央行数字钱包的各种进展 每天都有进展呢 比方今天 今天是不是有新动静呢 是不是 什么新动静 发红包呗 成都终于发红包了 啊 我们说 试点在四加一啊 成都一直没动静 去年有个动静 在什么地方啊 银座中心 非常搞笑 那个银座中心 本身好像是个假消息 说要接受DCEP 去了呼啦啦几百号 结果大家互相 全是国际钱包的 国际钱包的就是 前半生的那部分人啊 这是我们的家人小伙伴们 现在终于时辰了 成都终于发红包了啊 也就是说 这还是在四加一 他真的在成都以前没有冒泡 没有说他做测试 这这 都是内部吗 不对老百姓来一次啊 终于来了啊 成都发红包了 苏州开始第二轮红包了 是吧 每天这一点一滴的进步啊 都说明他的进展啊 一个我们昨天 我们看到某团队是吧 青岛的 发生很有趣的撞车现象是吧 他们在做市场的时候 正好那个企业老板接到电话 接到他们青岛当地的一家商业银行 建设银行 给他推广 他们建行的数字钱包 是吧 他们自己也很感慨 以前跟企业讲的没自信 就害怕企业说 这东西没动静啊 光听你们说 那么现在至少一半动静了 我这边给你讲 银行钱包 就是让你一旦有 商业银行给你推的时候 你要记住有另外一个选择 而且这个选择 对你有 每次流水有两个点的红利 是国家给你的 你现在总是心里发虚 是吧 那现在这一半失锤了 是吧 你看 银行这半就到了 那信号 是吧 幸亏我多早点给你讲了 给你打招呼了 对不对 你找个理由 拖一拖 推一推 起 一定会感谢你的 我们一直在讲这一块啊 推广企业 推广国内国外 但是 无意中忽略了另外一块 是不是啊 我们讲 央行国际钱包有两块呢 啊 推广收入有两块呢 这一部分叫国家红利 还有一部分叫生态红利 国家红利 国内四千个亿 国外八千个亿 推完就没有了 啊 推完就没有了 还有一句话 会咬人的狗不叫 啊 会叫的狗不咬 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市场已经被瓜分到什么程度了吗 还 哎呀 真是 有的人是在观望 等出来再推 有的人 退回去了 哎 好不容易 要中考了 他又跑到幼儿园去溜儿去了 哎呀 又去 整天就扯合不合作 开不开的问题了 没没辙啊 有些人就这样啊 咱们不讨论这些人啊 我们这四千亿八千亿啊 八千亿的动机我不明白 但是实话告诉你 一百多个国家 我已知道一百多个国家 世界上总共多个国家呢 一百多个国家 已经 有我们央行国际钱包 已经打出去了啊 所以 一个要有紧迫感 有的人 哎呀 好像刚睡醒啊 怎么这样 是不是我推的时候 就落后了 捞不着 没关系 这一部分 生态 这一部分啊 它是永久性的啊 什么叫生态 就是这个钱包里面有各种应用的啊 最常见的 我们说有个买个保险啊 什么上面有京东啊 滴滴啊 什么都有 都有啊 我们讲过以前美团滴滴 好不是 支付保卫信 他刚出生的时候 都有过推广 而且早期推广都拿到了很大的块 历史的红利 实时的红利 那么这下我给你来一个打包的 包打包在我们银行国钱包里面 你去推广 而且这个其实更值得有些人做 因为很多我们的伙伴呢 我的伙伴以前就做直销的啊 他特别善于做这种团队啊 也就是说特别善于拉人头 本身现成的团队 哎呀 几万几千号人呢 一丁你说企业 我很少跟企业打交道 不知道怎么说话呀 而且讲那个国际钱包 就怕想错 没关系 你的机会在这块啊 这一块我们说不用拉人头 那一块不用你拉人头 拉人头属于绕道了啊 给自己 你拉一层 让自己离利润远一层 拉多一层 最后就瞎子点灯白费 把你拉出局了 那这一块啊 生态这一块值得你努力啊 可以拉人头 就算它是三层的 你也有办法把它做取来 对不对 你把它全做成太阳线嘛 不好吗 不香吗 啊 一层做不完 你在做供点吗 你我我推荐就是 每一层供点吗 你仿照一下三立啊 人家设计这个模式 理论上还是很完美的 对不对 实践中 你自己去把握啊 难不倒 这些优秀的 CX领导 CX领导人 各团队领导人啊 难不倒你 主要这一块利润大 啊 长久 还有一个 他不用投资啊 不用投资啊 兄弟们 不正白不正啊 不做白不做 不要放弃 千万 别忘了这一块啊 可能啊 我们的推广 是跟时间赛跑啊 是跟时间赛跑 是跟自己赛跑 完全啊 在自己 的能力 的范围之内啊 有的人对自己 能力评价过低啊 你要知道 你有潜能的 那我们就说 在这块 红利的诱惑之下 在国家 发展的 引导之下 好不好 啊 有多大 劲 使多大劲啊 人有多大胆 有多大产 不违法的事 就去干啊 不要自我设限 要注意方式方法 就行啊 所有的担心 就来自于 对这件事情的 不相信 你所有的不相信 来自于 认知的不足啊 但是 你要想想啊 真正有实力的人啊 我们讲 你再 再不会思考 不会分析 你跟人学习学习呢 啊 不要忘了 我们国际钱包的 前世 今生啊 有很多人啊 是自己推到创世的 啊 不是一个啊 老村长这样的 不是一个啊 我自己知道的两三个呢 有的 里面投了五六千万 自己就 两三千万的啊 这些人在干什么 这人早就把市场做开了 我告诉你 我这个不是吓唬你 是引导你 就是说 一个普通的江湖经验 比你有钱的 比你有认知的人 都冲在前面了 你还怕什么 你应该怕自己落后了 而不是要担心这个事的真实程度 对不对 不要自暴自弃啊 不要因为 这种说是说脚 又造成将来的后悔 又完美的错过这一波 你会后悔的 兄弟们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群里面 我觉得谁现在退群去推广才是最牛逼的人 因为说实在的 现在很多人在群里面 在找安慰 在找鸡汤 纯粹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啊 纯属无聊 闲得淡腾 市场在线下 啊 市场在线下 当然你可以瞄着身踏这一块去见群拉人 吸粉 都可以的 啊 完全可以的啊 你自己想想嘛 太阳线嘛 铺三层嘛 啊 是吧 不要错过啊 今天啊 就讲这点 就讲这一点点 那么还是祝各位开心愉快啊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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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